而台北花博11月6号即将要登场了 除了有美丽的花可以看 在展览期间还有行动剧场跟流行音乐祭 而歌手肖敬腾也来现场 轻轻柔柔的想念 在海域的季节 海质的湖畔 曾与你相遇 耶耶 谢谢 现场一媒体要求肖敬腾展现演唱功力 因为这一次花博 还有一场热闹的流行花博音乐祭 肖敬腾可要登台演唱 我相当开心 然后相当荣幸能够参加花博的演出 那么希望到时候能够有最好的表现 不只有流行歌手现场演唱花博登场 171K的展规当中 将近有100个团体300个节目要轮番战场 甚至还有毛毛虫心不大游行 让民众拭目以待 我们总共有40多万的人次入场来测试 基本上测试的情形非常的良好 中间有非常多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花博都听到了 为了迎接正式营运 主办单位也提出了改进措施 不只增加了导览指标 还有座椅 还增加了接驳车路线 做好准备就等着迎接 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整天新闻台北 最后报道